一箭衝天 為了見證的震撼的一瞬間 火箭迷好幾天前先來卡位 為了一堵火箭深空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 已經成為觀光景點 每到火箭發射日 園區與周邊海灘 都會湧現大批觀賞人潮 意外帶動觀光商機 如今台灣也想複製模式 打造屬於自己的台版NASA NASA那發射 它是一個非常小的湯 它只要發射前兩三天 所有的Motel全部客滿 然後前一天絕對Traffic Jam 單單發射 這個就可以吸引非常多的觀光客 如果可以跟當地的 因為東部大概都觀光地方 可以跟GET UP 我想這個是Win-Win 一大片空地看起來荒蕪 旭海牡丹箱的旭海火箭發射廠 是台灣第一個以科研任務為主的火箭發射廠 未來能否結合觀光還有很長的路 不過台灣想發展太空產業 人才培育才是重中之重 國內大學雖有航太科系 不過學生畢業後能到台積電 也能到航空業 多數人不走太空路 航太這個產業算是比較新穎 然後尚未發展成熟的 所以就我自己就業的考量來說 我不會把航太當成我 短期未來發展的目標 台灣在太空產業才剛起步 但正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還滿多發展的空間 像是現在是有在發展火箭 然後有發展衛星 目前的人生規劃還是會走推進這個方面 立元三讀通過國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 宣示台灣有心想發展太空產業 有環境才能留住人才 美國那邊其實除了說你畢業之後 就可以馬上進相關的產業去工作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它航太完全是它的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希望過了三年到五年 台灣所有的青少年 只要他 他第一個畢業的首選 只要喜歡理工的 想要來國家太空中心 這是我設下的目標 為了不讓台灣太空產業 只是紙上談兵 未來也得靠政府當後盾 才能傳承火箭阿伯的火箭夢 進行為曹子彈林耿賢林玉哲採訪報導